Line & New 你是一只大条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辣妹发财张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准备像一个正常的美妆部主一样 为大家出一期非常正经的空瓶分享 就是刚好最近用完了几个瓶瓶罐 然后来谈一下我的使用感受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你们仅供参考 首先第一个是我比较喜欢用的产品 它就是月幕之源的这个睡眠面膜 它的名字叫一饮而尽深度滋润面膜 首先我作为一个非常正宗的一个沙漠大干皮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我是从大西北来的一个干旱女孩 就是天生烧水 就是我浑上下所有的水资源 全部聚集在我的下皮了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必须要在脸上涂点什么保湿的东西 不然第二天我的脸可能就会像蛇一样 就是我会退一层皮你知道吗 睡眠面膜我之前用过很多款的 就是有什么兰芝啊 还有那个比特洛夫啊 还有那个 就是翻冰用的那个伊丽丝的耳 但是我个人认为使用感受最好 并且保湿力度最好的 就只有这个月幕之源 我都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会在脸上涂一层这个嘛 然后等到早上起来的时候洗一样 但是涂了这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睡觉一定要老实 就是不要乱动 然后不然你脸上涂这个 就会干到你的枕头上 沾到到处都是 然后涂了这个之后 你也不可以跟你男朋友做什么羞耻的事情 但是这个我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 因为我根本也没有 它的味道真的非常好闻 就是一种很清新的 什么味我实在形容不上来 但是固姐跟我说是牛油果 总之他会给你一种就是 闻起来感觉它非常好吃的感觉 当然我没吃过它 就是闻了这个味 你就瞬间觉得你的生活没那么苦了 你知道吗 总之这个味道我真的非常喜欢 再就是涂了它以后 我不敢说 就是我的皮肤啊 变得多么多么的好 那可能是我本来就好 就是涂了它以后 我的脸至少不起皮了 这个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变 然后这一罐我刚好用完了嘛 最近又没有什么钱买新的 我就强迫我的好姐妹 A姐给我买的另外一罐 B她给我买的这一罐 好像是一眼而尽的加强版 但是我用过 但是我用了两次之后 我发现跟之前这个普通版 就是没什么区别 就是无论是保湿力度 还是使用感受 还是气味 我感觉都是一模一样的 反正它来价格都差不多 买哪个都行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大干皮的话 就是还蛮推荐你用这个的 下一个我用完的就是 滋生糖的红腰子 这一瓶是我借来别人的啊 就是我为了给你们看看样式 然后供你们参考 我之前用完那一瓶被我给扔了 好多人测评红腰子都说 它是一个就是 皮肤不好的人用了之后 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但是皮肤好的人用完之后 就没什么用 然后我恰好就是用了它之后 就没什么用的那种人 它涂上脸的感觉是那种 滑溜溜的那种感觉 然后上脸之后 又有一定的保湿效果 我身边有几个贵姐朋友 就是我问他们这个 兰扣和雅士兰黛 还有这个自生糖就是哪个好的时候 他们好像都说是自生糖的这个比较好 但至于好在哪我也不知道 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它的功效是什么 反正我只知道就是涂了它以后 就是我的皮肤会好 然后我也不会老 反正我的护肤里面 就是只要是昂贵的东西 都往脸上涂一涂准备坏虫 但是我有发现就是 我有的时候疯狂 我脸上会长那么一两个痘 我涂了它之后 那个痘就瞬间消失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它有关系 总之上一瓶用完之后 我再是不打算再买第二瓶了 因为我准备用一下牙齿兰黛 然后下一个就是我毕生唯一用过的一瓶抗衰老精华 就是SK做的这个抗衰老精华 这个跟前面那个红药子比起来的话 它的香味很重 而且它这个涂到脸上 对于我这个干皮来说 它真的是一瓶点保湿效果都没有 同样还是一瓶下来 我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改变 我为什么现在21岁就要用这种抗衰老精华 当然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 我真的非常的怕老 我时常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思考过就是我变老的这个问题 你看我现在20岁活着就跟空巢老人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估计35应该就会静养老院了 就真的很怕不要到自己老的时候 在社交软件上对那些年轻人说 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就很希望能养缓自己的衰老 然后能在我60岁的时候也能蜂蜜有存 而且听说干皮老得更快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抗衰的东西用起来 下一个 下一个它不算是护肤品 它是一个睫毛增长液 就是这个 我在两个月之前用完了它整整一瓶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第二瓶 我可以这么跟你们说 我这个睫毛增长液绝对是我这辈子用过 就是唯一有用 而且还是真的可以让你的睫毛 长得又浓又密又长的一个 睫毛增长液 我用过那么多睫毛增长液 我跟你讲 跟这个对比起来就是垃圾你知道吗 这个是真的可以让你的睫毛 就是长得又黑又粗又壮的那种 我记得我在去年9月份还是10月份 就是我在化妆学校的时候 我们老师给我夹睫毛 就是我那个睫毛已经粗硬到 就是已经夹不翘了你知道吗 就是非常的长非常的浓密 涂了这个之后是真的可以让你变成外国人的那种睫毛的 当然这种东西你必须一定要坚持用它 我记得我刚用的时候 我大概用了两三个礼拜了 我感觉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就是坚持每天涂它 等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我跟你讲就是 你那个睫毛就会有一个实质性的转变 你知道吗 就是从原来的那种很稀少的那种状态 你就会立马发现 它变得就是又长又浓密 就是长到你向上看的时候 你都能感受到那个睫毛的存在 你知道吗 当然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停用一段时间的话 那你的睫毛就还是没那么浓密 现在就是上屏用完之后 我现在已经两个月没有用这个了 然后我的睫毛就是又没那么浓了 就是为了证明我没有吹牛逼 所以我准备从现在开始 就继续还是用这个 好吧 为了证明我没有在吹牛逼 所以我准备从现在开始 继续再用它 然后等两个月之后 给你们看我的睫毛 到底有多么的浓密 从现在进入我睫毛的长度 等两个月之后 给你们反馈 下一个空瓶是我原来非常喜欢用 然后但是现在 就非常不喜欢用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 就是这个地下亭的碎眼霜 这个我大概就是用了两年 通过我每年夏天 就是拿它用来擦脖子擦大腿 之后我终于把它给用完了 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用这种素颜霜 因为就是方便嘛 就是一擦了之后就变白了 但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觉得它不好用 觉得它很可怕呢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我记得我有一次 去跟家人吃饭 然后涂的就是他 我这个人就是有喜欢 就是随时照镜子的习惯 然后我刚好去饭店的时候 我就是照镜子嘛 然后那个饭店的灯 刚好是那种白色灯 然后照在我的脸上 我就突然发现 我的脸怎么是那种 就是透着荧光的那种白 你知道吗 就是涂了这种素颜霜 肤色不渝气色不好 一定要用这款 看一下这个对比 不会假白根本会死白 就是地下亭的素颜霜 我也用过 然后可溜的那个素颜霜 我也用过 就是半斤八两都一样 它跟粉底液还不一样 粉底液是那种 你涂了也有可能会变白 但它至少是你肤色的那种白 但这个白它是那种 透着荧光的那种 泛青紫色的那种白 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 想反驳我的观点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涂了素颜霜 就很自然很美好 我刚用的时候 跟你也是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用了它之后 我的脸变得好自然好白皙 但是姐妹们你们别忘了 就是你们在化妆的时候 肯定是会找一个光线 比较好的地方 可能是你家里面的光线 或者是你对着窗外化 如果你敢保证 你出门以后自备打光团队 那我送你牛逼 但是你一旦要是去那种 灯光偏冷的地方 你就会发现你的脸 变清了 还透着荧光 就像你在脸上涂了涂盖一样 你知道吗 而且它还非常厚重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把它 当成妆前乳来用 但是我最后发现涂了它以后 我的脸变干了 粉底液在你的脸上 都没有涂不开 你干嘛 所以素颜色上这种 鸡肋又可怕的东西 大家真的不要再用了 OK 下一个瓶 是我用完的一个 非常便宜的化妆水 但是瓶子被我给扔了 你们暂且就看图片了 就是俄佩兰的那个益人水 当然我现在还买了 这个蓝色的玫瑰的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 都会喜欢用这种便宜的化妆水 尽管我知道它涂在脸上 不会有什么作用 它也不会有什么美白 还有什么收缩毛孔的作用 但是我还是会用它 反正我都是用来泡面膜 或者是擦脸用的 就是你在后敷的时候 不用一个后敷专用的化妆水 来擦脸的话 就感觉你少了点什么 总之就是我一定会买 一个这种便宜的化妆水 然后来作为一个二次清洁来用 当然像这种水 你要问我使用感受的话 就是没感受 就是涂在脸上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你就是不要指望 它能对你的脸 就是做出多大的改变 下一个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空瓶 那应该算是空管吧 就是它是我这辈子 用完的唯一一支口红 就是我之前有在视频里面 给你们推荐过的 这个米拉米的29号 这被我用的上个头了 它是一个偏宗教的玫瑰豆沙色 就是 当然不是我今天涂的这个 我有讲过它是非常适合 蠢色深的人涂 然后并且能给你提气色 而且让别人看不出来 你有涂口红的这么一根口红 而且非常适合男生涂的一个口红 我所有视频里面开头的那个蠢色 就全部都是涂的这只口红 但是好像并没有人发现 我有涂口红 就是如果你现在跟我说 把我放到一个荒岛上面 让我野外生存的话 除了和粮 除了粮食和水以外 必须要带一个东西的话 那我必须带的肯定就是这一只 荒岛上面可能会有野人啊 这只口红我买了很多个了 我真的很怕就是 有一天它停产了之后 那我到底怎么办呢 我今后下半生的幸福 就掌握在它的手里了 你知道吧 那当然有一个困惑我的问题 就是我已经买过三次这个口红了 就是每一次买来的时候 它的这个膏体 和它这个气味都不一样 而且我还是在同一家店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生产的问题 就是它的颜色都是深浅不一 但是不会差很多 对 这一只是我第一次买的嘛 它的颜色就会偏棕一点偏深一点 然后我现在用的那一只 是我几个月之前买的 就是它的颜色没有那么的深 然后它还有香味 然后之前买的这些就没有香味啊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生产的时候 配方不一样了 还是那个卖家给我真假混卖的 但是这些我都不是很care 最主要的就是它颜色好看就够了 松花麦子要来了 我先把裤子穿上 下一个瓶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瓶 就是 这两天刚喝完了一瓶遗爆 没错 它是一个矿泉水 谁说空瓶不能分享矿泉水瓶呢 是不是这不是也是一个东西吗 我不知道就是当代年轻人 就是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出租物女儿 会不会自己去烧水喝 反正我觉得太麻烦了太懒了 自从我开始自己一个人 在外面租行住的时候 我都是会买矿泉水来喝 因为这个就是不用烧 然后就直接往里灌就好了 就是很方便 我的时间非常值钱 我有烧水的时间 我都能跟吴燕祖约完会了 当然喝了这么多的大桶矿泉水 喝的最多的也就是这个 医保还有农夫山泉 医云太乖了我喝不起 这个绿色的医保 跟那个红色的农夫山泉 我觉得它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 那个医保它是有甜味的 而那个农夫山泉就是 啥味都没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能喝出这种感觉来 就是医保这样的矿泉水 它是有那种甘甜的味道 而农夫山泉呢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水的味道 所以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喝医保了 毕竟你的日子 都已经过得这么凄苦了 谁不想让自己的生活 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甜味呢 是不是 OK 以上就是本蓝妹 最近用完的一些 空瓶使用分享 如果你也有跟我用过 一样的同款的话 你也可以在弹幕里 说一说自己的使用感受 然后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今天就不祝你们平安了 我祝你们福如东海兽